今年大學申請入學方式取消總級分制 首度採取五選試新制 也就是五科項目可只選四科來考 但大多校系仍以國營數三科為主要評分科目 仍有七成學生為了保險起見五科全考 我們整體來講 我們第一年的趨勢可以很明確 學生因為對五科選四科的部分 還沒有非常有把握 所以大部分還是以選考五科為主 那未來可能像明年後年未來學生 他可能會按照他自己的取向還有興趣 可能選考的科目可能會減少 根據大考中心統計 今年總共13萬8千多人報考大學學測 五科全考學生有9萬8千多人占整體七成 但在自然及社會兩科缺考率創下18年以來新紀錄 自然科11萬人報考26000人去考 社會科12萬人報考但有2965人缺考 其中今年社會科是從91年來缺考率最高比例 有考生指出會因為志願的科系 沒有採集社會自然兩科而去考 我是考五科因為就想說每科都去考考看 就是到時候成績出來 再去看看那個各科的幾分要怎樣來填志願 升大學學生來講還是會以五科為主 對 然後只是比較沒有採集的科目 他們可能就會帶就是沒有那麼認真的去應付考試 蘇林高中校長呂宏敬表示 由於目前成績還沒有出爐 分析結果可能不夠周全 但新制推出後 未來學生會更熟悉科目取捨 但也建議考生不要用保守心態選文上科系 原始新聞 虎頌已故 桃園市新北市採訪報導